2022年休赛季,史蒂夫·弗朗西斯开始他的豪华宝车,飞驰在家乡塔克马的公路上,满脸不悦,因为前不久才刚和主要练汤姆加诺维奇闹了点矛盾,01-02赛季,自从火箭关系层非常自信的将老大梦交易走,把球队的领导权给到弗朗西斯时,球迷们就感觉不对劲了,果不其然,赛季结束,他们仅拿下了28胜54负,西部到第4的成绩,而更尴尬的是,那一年他们创新, 写下了15连败的对视记录,防守效率也是联盟垫底,见到此情此景,躺不脑了,他怒目远征的朝着弟子们吼道,你,你,还有你,你们没有假期了,修赛季都给我过来好好训练,但桀骜不驯的弗朗西斯哪听得了这种教训,第二天弗朗西斯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居住,然后一周后,弗朗西斯还是接到了催他归队的电话,不过这次是老板打来的, 妈溜的,赶快回来修斯顿,有事找你 说完这句,还没等他反应,那头就已经挂了,弗朗西斯听了也是满脸不服 然后,第二天弗朗西斯如约出现在球馆里 当他刚走进办公室时,看到工作人员都在电视机前围成一团,那时的他们刚从NBA的新秀时讯营里回来 你们大老远的把我叫来,就是为了看个录像,弗朗西斯的火气又要上来了 不过,在他被老板的超能力镇压,俯身看了一会儿时,他明显安静多了 卧槽,这个体型是正常人两倍,还能运求头三分的大哥,倒是有点意思哈 2002年5月,原本和铁骨蒸蒸,事不加班的弗朗西斯一袭紫色西装,如约出现在了选修签的抽签仪式上 据后来弗朗西斯自己说,起初他对抽签这玩意儿是没啥兴趣的 但看到公牛队派来的抽签人员是总经理克劳斯时,他瞬间来了兴致 1990年选修大会,就是克劳斯跳过弗朗西斯选择了老船长布兰德 让他错失了当状元的机会,同时也让他陷入了尴尬 1990年选修完的第二天,温哥华报纸就刊登了弗朗西斯拒绝去灰熊报道 并声称温哥华连个小麦布都没有的消息 一时间温哥华球迷也对弗朗西斯的好感全无 他也成了被全联盟批判的对象 好在是处于重建器的火箭,及时接了盘,挽回了弗朗西斯的形象 也给了他湿染才华的机会 但弗朗西斯自己心里还是记着仇的 毕竟在当时他可是铁了心的认为自己是状元呢 哼哼,等着瞧吧 我得让你看看你当时做了多么错误的决定 弗朗西斯在出演仪式开始前,还这么喃喃的嘀咕着 哎,你还真别说,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最后留下来的还真是这俩人 随着主持人宣布榜眼前贵属公牛队时 弗朗西斯直接兴奋的跳起来了 然后用他得意又列在计讽的语气朝克拉斯撂下一句 嘿,伙计,搞不好哪天我也能当总经理了 从那时,弗朗西斯便打心眼觉得 自己肯定与这个来之不易的状元有着不解之缘 后来的故事也是老生常谈了 姚主席以状元的身份被修斯顿火箭队选中 当姚明第一次远赴大洋彼岸来球队报道时 弗朗西斯对他得意又兴奋地打趣道 嘿,小兄弟,多亏了我,你才能来到这儿 然后姚明也对他抱以腼腆又青涩的微笑 至此,姚明遇到了自己的好大哥 弗朗西斯也以弗朗大的身份走进了中国球迷的视线 作为第一个外籍状元还身处陌生的大洋彼岸 有语言障碍,姚主席这压力可是非同小可 弗朗大也看出了这一点 他带着姚明一同训练 告诉他如何科学地提升自己的力量 他为姚明复盘着战术 在场上也不厌其烦地指导着姚明落位 他安陪姚明走过了修斯顿的每一个角落 甚至有一次佛老大还想带姚明去当地夜店 快速成长一下 但姚主席以夜店拿有红镜好玩的理由拒绝了 嗯,这一点我和姚主席一挡 夜店只会阻挡我们升级的脚步 除了以上的关照 赛场上到姚明首秀11分钟0分35时 是佛老大走过来垂着姚明的胸口告诉他 这有什么难过的 是男人就忘掉过去 在未来证明自己 此时的弗朗西斯既是姚明的大哥 同时也是他的人生导师 2003年主角练汤姆贾诺维奇 因为膀胱矮不得不离开了球队 接替他的是有恶人之称的拉迪史密斯 这人一入球队就给姚主席小鞋穿 说他看不上姚主席偏软的球风 大量缺减了姚明的出场时间 他经常在更衣室里训斥他 这佛老大忍不了了 在更衣室里就跟他怼了起来 作为主教练 你应该承担大部分的数球原因 而不是在这一味的指的新人 要不是情急之下 有人赶紧拉走了佛朗西斯 鬼知道他会做出怎样冲弄的事 一边的姚明也是深受出动 由此兄弟夫妇何求呢 而姚明也没有辜负佛老大的信任 场均看下13.5分 8.2个篮板 1.8个盖帽的优质数据 险些拿到那一年的最下新秀 佛朗西斯也展过了全明星首发 以21加6加6的漂亮数据收尾 此外 他还在1月18日 对阵胡人的比赛中 爆砍44分 11助攻 6篮板的超级数据 对 就是奥胖提到过来 姚主席联盟他三次的那场比赛 203年休赛季 杰弗范甘迪出任火箭队的新任主要链 并迅速确立起姚明在球队里的主导地位 佛老大的战术地位也随之下滑 但这种利益上的纠葛并没有影响到二人的关系 在04年3月对任太阳的比赛中 佛老大露腿格扣好 丑姚明咆哮挑衅的小丝 面对着比自己高20公分的斯塔德迈尔 佛老大的眼神中没有任何畏惧 反倒是将自己的胳膊死死地架在其脖子上 朝着他好道 再动我兄弟你试试 有你好看 此一瞬 弗朗西斯成了无数中国球迷 形容了好大哥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 客观来说 佛老大对于姚明是无微不至的老兄长 但对于球队来说 他则变成了顽固的独流 首当其冲呢 就是他与新任主要链 帆甘迪的矛盾 弗朗西斯崇尚热血自由的球风 他不想被一板一眼的战术体系所束缚 而老派的范甘迪则恰恰相反 他崇尚纪律与战术 瞧不上吊耳郎当的弗朗西斯 反而更加欣赏踏实刻苦的姚明 204年2月 超级碗事件也成了二人关系破裂的导火索 佛老大为了看超级碗比赛 没有跟随球队飞往太阳队的客场 这让严格的范甘迪恼了 直接给了他禁赛的处罚 虽然最后球队洗刷了佛老大的冤屈 称其是体验沟通过的 也并没有影响后面的训练与比赛 但明眼人都不难看出 这只是个幌子 二人的矛盾已经摆到台面上了 必须得走一个了 204年5月 佛老大带着小老弟姚明 第一次也是其最后一次 征战了季游赛 204年6月 在权衡了众多因素后 火箭管理层还是选择维护主要链的威严 将弗朗西斯、莫布里交易道的魔术 换来了麦迪与卢士道等人 至此三年级新秀姚明 要正式脱离老大哥的庇佑 独自去面对今后的成长了 204-05赛季的佛老大 油箱里其实还有油的 他依然能砍下场军21分 六篮板七助攻的优质数据 但他从火箭时期就存在了打法隐患 现在则被毫无遮掩地 展露在了世人面前 他太持球权了 霍华德在他面前打得简直像个纯篮领 其实如果残忍点说 姚主席前两年打法受限 在一定程度上也跟佛老大脱不开关系 205年年初 本来魔术队就连连败退 进入季欧赛的希望渺茫 而脾气火爆的佛老大又惹了事 在比赛中提到了一位摄影师 虽然他在赛后做出了解释和道歉 但联盟还是给予了其三场进赛的处罚 此时的球迷才惊讶地发现 卧槽 佛老大这一届竟有21次技术犯规 而2006年老帅希尔坐上了奥兰多新任主要链的宝座 在老帅的战术体系里 空位应该是尼尔森这样的组织传球手 而非佛老大这般大量占用球权 酷爱巨型球的单打手 队友也逐渐开始诟病弗朗西斯的打法 尤其是刚刚展露头角的魔兽 基本上只要是他和弗朗西斯一同在场 他全场就甭想摸到球了 矛盾的彻底爆发是在06年1月对人超音速的比赛里 当时第四节魔术队已经落后了26分 老帅希尔想派弗朗西斯登场 而后者却拒绝上场 两人甚至一路从球场骂到了登一世 赛后魔术队将弗朗西斯竞赛三场予以惩见 到了2月份弗朗西斯依旧无法接受球队对其的定位 魔术队也彻底对其死心 在交易日截日前将其送往了尼克斯 2006年的尼克斯就更别说了 已经是联盟最乌烟瘴气的大展纲 总经理的刺客托马斯沾染性侵丑闻 还总是祭除各种离谱的舰队操作 主角恋拉里布朗刚刚离开了几欧不群的AI 现在又来了一个比AI还想当老大的弗朗西斯 他自然也是看不上的 于是在拉里布朗的军训下 205-06赛季弗朗西斯的出场时间大幅减少 不禁数据来到了生涯最差的10加3加3 他的心里因为这种突然的落差而出现了问题 他的身边既缺乏愿意为他指点迷惊的教练 也再也没有像姚明般能与他惺惺相惜 给予他温暖的队友 此后弗朗西斯每日都沉迷在纽约的纸队金迷 靠着女色和酒精来麻痹自己 那个曾经能飞天遵地的好大哥 似乎已经在RD之年的十字路口上迷失了方向 207年6月 尼克斯拿他去开作者换来了扎克兰多夫 而此时的福老大已经成了人人嫌弃的玩物 开作者生怕他带坏了年轻的布兰登罗伊 不到一个月他便被球队裁掉了 从离开火箭后 弗朗西斯一直过的就是这种颠沛流离 毫无归属感的生活 以前的他无论何时都洋溢着事与逆境战略到底的朝气 而现在他活得越来越小麻木的中年人 有时他还曾在明顶大最后思索 自己是不是该向时代妥协 安心的做一名教练喜欢的后卫呢 生活终究会把少年变成他曾经最讨厌的样子 207年7月修斯顿火箭给了落魄的福老大最后的机会 一别数年虽然早已误使人非 但好在挚友姚明还陪在他的身边 这唤醒了福老大最美好的回忆 他开始老老实实的跟着姚明去训练 在场上耐心的听着姚明给自己讲解的战术 还跟随姚明的指引 走过如今修斯顿里的每一个角落 这一切恍若格式 正如福老大当时提携着小弟姚明一般 现在曾经的小弟羽翼丰满了 成为球队的老大了 他也渴望着再走一遍从前的路 重新回到那些和姚明激情澎湃的日子 但现实终究没有同化那般的结局 因为伤病所带来的状态下滑 阿德尔曼教练发现 此时的福老大连球队第三空位的任务都难以实现了 在为球队出战了时尚比赛后 08年圣诞节前夕 福朗西斯成了火箭吸引空间的牺牲品 被教育制的灰熊 曾经作为天智教子 打死也不愿意来报到的灰熊 如今却成了福老大NBA职业生涯的终点 此般经历不禁让人唏嘘 2010年 福朗西斯在短暂效力CBA依旧无果后 他便再也没有得到任何打球的机会了 即便那一年 他也才33岁 球场失忆后 福朗西斯彻底沦陷在了堕落当中 吸毒 赌博 肆意挥霍 甚至在破产后 还因为偷窃而朗朗入狱 从球队的天智骄子 到令人唾弃的阶下球 你很难想象 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心路递程 但这也绝对不是肆意堕落 违法乱计的借口 这之后 福朗西斯几乎从球迷的实验中消失了 曾经追随老大的中国球迷 也很少再听闻过他的事迹了 几年的牢狱生活 确实让福朗西斯为当年的愚蠢付出了代价 但这也给了他冷静的时间 让他终于可以远离繁华喧嚣 重新去恪守心中的那一份良知 在出狱后 福朗西斯受好有外星人卡塞尔等人的邀请 学习了商业知识 并靠着代言和变卖家产的收入 进行了投资尝试 收获甚加 接着2020年年底 福朗西斯的投资涉及建筑 美发服装等多个行业 生活也逐渐回归了正轨 2021年 福朗西斯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 给年轻黑人们的一封信 详细讲述了自己前几年 从抑郁堕落到最后生活回归正轨的故事 这不仅是如今的福老大 最过去错误的直面与反思 更是勉励后辈们 要坚守住自己心中的底线 不再犯错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 08年12月的那一天下午 冲回火箭 巅峰不在的福老大 又经历了膝盖上市 鄙视的他 恐怕已经预料到 自己即将被处理交易了 然后他闷闷的去到了姚明家 大姚的父母 还是如往日一般热情 把他迎进了家里 然后带他去后院建造大姚 此时的姚明 也正因为伤病 而在泳池里进行康复训练 而当他建造福朗西斯时 大姚又露出了他那标志性的笑容 打趣道 嘿 兄弟 别忘了 多亏了我 你才能回到这里哦 所以啊 是男人就忘了过去 在未来证明自己吧 这样福朗西斯突然梦回 那个难忘的2002 想起故事开始的时候 他也曾是这么开导 失忆的大摇的 一瞬间 球场的失忆 无人理解的心酸 无数的情绪涌上心头 于是两兄弟 把手伸到了一起 拍下了这样珍贵的照片 流传至今 如果没有福老大 出入联盟的姚明 可能很难适应 NBA的节奏 反过来 如果没有姚明 福老大可能这辈子 也遇不到真心懂自己 理解自己的人 也难以从废墟中 重新站起 二人就是这样 彼此救赎 又彼此成就的友谊 当喜一千华 自信从容的福老大 能直辨自己的过去 激励年轻球员时 他便已经活成了 当年最想成为的自己